全球Nit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2010年出版的 当世界又老又穷 里面大胆的预测 到了2050年 是大概30年后 当时60岁以上的 中国大陆的长辈 如果自行组成一个国家的话 它会成为世界的第三大国 这个国家的人数呢 仅次于印度 还有中国大陆本身 而台湾 日本 南韩 意大利 以及西班牙 这几个国家呢 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 除了我们之外的 目前是全世界最老的国家群 有没有发现 其实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几个地方 我刚刚所说的实况 都很惊人 而且我们是其中的主角 另外一方面 其实随着疫情 它目前的这个结束的时间 大家是不确定的 甚至有人说 它会流感化 年年都卷土重来 但是呢 各国高龄化 这个已经是一个 全世界的趋势 全球化的现象了 这两个的加成作用 事实上特别值得我们来留意 台湾其实早就迈入 从2018年的高龄社会 已经预计要进入超高龄社会 这是什么意思 超高龄社会就是 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位就是长辈 那我们在防疫的上半场呢 我们一千多家的长照机构 这里面长辈他们 是长辈作为这个高风险族群 而且群聚 但是几人确诊 听众朋友 零人确诊 这个是我们上半场 作为防疫优等生 我们交出来的一张成绩单 可是随着大家进入了后疫情时代 各国慢慢地在解封 国际的交流 现在看起来即将要有回温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从上半场 其他国家 还有我们自己的现况 来成为下半场的借境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为各位专访的对象是 台大社工系的系主任 杨培山教授 杨老师您好 你好陈伟 老师我请教您 大家都知道 台湾受到了少子化 加高龄化的双重的袭击 可是这种情况呢 其实并非我们所独有 其实在已开发国家群里面 大部分都见到这样的情况 我想请教您 几个人口的占比 例如说 长辈在世界人口的占比 或者在已开发国家 例如欧美 以及在亚洲国家的 这个人口的占比 大概达到几成呢 其实这个人口老化呢 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 那各国都在密切的关注 然后想策略来对应它 比方说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邻近的日本嘛 日本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 已经超过四分之一达到28% 百分之28了 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多是老人 那我们台湾目前是16了 所以进展也是非常快 那我们最常拿来比较的韩国 韩国跟我们的老龄化的 这个趋势图呢 是非常非常相似 它跟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那美国也差不多是15 那欧洲有一些我们比较 特别最近疫情当中 我看到的像意大利 意大利在2018年呢 它已经达到了21.69% 那西班牙也是这一次榜上有名的 那它也是将近20%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您刚才提到的意大利西班牙 他们都是差不多在20-20上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了 我们看到在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 欧美有一些国家 因为他们太大规模的感染了 所以医疗的资源不服使用 所以甚至上演了这种 气老弱先救富强 这样伦理争议的案件 不断的在发生 这个警讯其实蛮值得 同样从高龄社会 迈向超高龄社会的台湾 很深刻的借鉴 您所观察到的 各国的长辈在疫灾当中 出现了哪些边缘化的现象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疫情 还在变化当中 其实它从一开始的时候 今年年初到现在 我们对于这个科学方面的 有关于这个疫情的资讯 其实也一直在变化 那其实早期的时候呢 因为就是高风险人群 锁定在这些高龄 慢性病患者等等 所以呢长辈就有一个 变成一个被抛弃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可能会出现 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疫情它本身 还是有一些比较 比较持续待观察的部分啦 OK 例如说 其实现在以美国为例 它整体来讲 其实感染人数比较多的 还是在20到60岁之间 比较年轻的人 但是呢 如果今天是60岁以上的人离病 那他的死亡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可能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太知道 全世界都不知道 怎么样去对治 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那么在抓紧最有效治疗的 这个个案为考量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这些有比较复杂病史的 高龄者或体弱者 他们其实不是被放弃 而是 其实 医疗界 可能根本到目前为止 也不太知道 到底怎么样能够有效的 来治疗 这个病患肺炎 那我们目前所采取的 还是比较是症状治疗 这个部分 所以这样可以 蛮能理解 其实不是医护人员 放弃长辈 我想每一个医护 他们都是宣誓 要照顾所有病患的 应该还是都会尽力救治 我们看到媒体很多这样子的影响 那但是就是高龄者 他的病况 还有其他的复杂因素 所以可能是死亡率比较高 那但是 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是 整个医疗体系 特别是保险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是医疗体系 比较薄弱的地方 那真的对抗疫情 就是有一点手无寸铁的感觉 那我们台湾比较幸运 我们有全民健保 所以每个人对于就医 确诊 治疗都没有太大的疑虑 那所以这个也会缩短 我们在前期这些症状不明显 不明显 或者是只有轻微症状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就医 那么如果他没有健康保险的话 那延误就医 等到重症的时候 可能就难治了 是这样子 是 这个情况呢 呼应刚刚杨教授所谈的 我看到在美国 确实相当的严重 在初期的时候 包含连第一关 也就是裁检 就是检验 看看到底自己罹患的是 一般感冒还是新冠肺炎 他们那个检验的归费呢 竟然要上达 快要新台币的十万元 所以更不要讲 后面的后续的治疗 这个保险 如果将它纳入 犯医疗体系的 这整个系统来看的话 确实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 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 那您所看到的 在台湾的长期照顾的 机构的整备 做了哪些事情 您觉得足不足够啊 其实先回应前面讲的 就是说裁检这件事情 美国今天早上的新闻 已经快破16万死亡 是 那这个确实是 很高的一个代价 那但是裁检这件事情 其实不好做 它要伸到喉咙非常非常的底层 所以它是需要有一个 专业人员的 如果不是有专门 收过训练的裁检人员 来做的话 不像我们领口罩 这个可能超商就可以做等等 那如果说它裁检 不是收过专业训练的话 你可能病患本身 遭受了很大的痛苦 我们想一下有一个 有一个 要 义务深入 喉头 对有一个义务深入到 不是喉头 要生下去 哦 嗯 对 所以它才能裁检到这个 这个足够量的 这个简体 所以这个很痛苦 那当然这个 受过训练的人 测计等等 那这些通通都是成本 所以美国它是一个 资本主义的社会 那任何事情都是 有一个数字的代价 有一个金钱的代价 所以这个 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夸大 美国的这个 高额 但是确实呢 我们台湾也必须要 考虑这些事情 那我们愿意投入多少的成本 放在刀口上是哪一点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一个 防疫如同作战 所以我们有战略 我们有战术 那我们的指挥中心 都掌握得非常的好 那回到长期照顾机构的 整备的话呢 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 再三再三的强调 我们的长期照顾最大的后盾 就是我们的健保 那再来就是 我五月的时候 发表了一篇在台湾 台湾医治 医学的医 台湾医治的这个 期刊的论文 那就是在讨论 长期照顾机构的准备 以及我们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 那首先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 刚才讲的健保 然后还有从SARS以后 我们台湾有一个非常严谨的 特别是在这种群聚 居住的地点呢 那我们的感染控制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感控 那这个包含疾病 包含感染 等等 那特别是这次的防疫 我们都受惠于这样子 SARS以来的 我们非常严格的一个感控 所以我们一直到机构拜访 都是要实名登陆 然后量体温 这个喷洗手液 消毒液等等 那这个是长期每天都在做的 所以已经变成是我们机构的 一个防疫文化 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这次疫情 从1月开始 有消息曝露出来之后呢 我们的机构就自己先 真的是超前超前部署了 我们非常的谨慎 所以限制访客 停止志工 还有特别对于我们 外籍看护的一个管理 因为平常他们都会外出嘛 放假的时候都会外出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的机构也特别商请他们 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住民 那我们尽量减少外出 就是内部休假 等等这些措施 我们都在非常的早 机构就已经自主管理了 那第二个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机构 就有所谓的战备物资 那战备物资的存量 可能一般都是两到三个月 所以在第一阶段开始的时候 这个口罩荒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机构算是 可以完整提供 造物人员一个必要的防备装置 防备装备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就是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台湾呢 其实做很多事情 我们都有所谓的一个网络 那在机构的部分呢 我们有中央到地方的网络 我们有各县市或各区域 他们的机构自主的一个群组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中央地方合作 以及地方群组互通讯息 互相建议 大家分享比较有效的 防疫的动作的时候呢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讯息网的串联之下 那我们的机构呢 确实做到了成功防疫 我们台湾总共有 有一千多家机构 那这次的疫情是零确诊 所以这是一个 刚才讲过 长者可能是比较体弱 慢性病多 甚至有一些 就是末期的状况的 情况之下注明 那我们能够达到零确诊 确实是世界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卓越的 一个成就 所以我们 我们都开玩笑说 我们这次疫情也发现 我们的机构其实是 很干净的一个地方 是 我们刚刚听您所谈 其实已开发的国家 大多是高龄社会 而您也谈到 其实为数众多的 这一群长者们 他们算是感染的高风险群 而且抵抗 而且在恢复上的能耐 可能会比较弱 因此就您了解 已开发国家当中 特别针对这样的现象 这样的族群 做出有效回应的 我们有看到哪些 比较显著的案例吗 其实我们台湾这次 真的是防疫有等深 到目前为止都是 那所以我们也 举不太出来 哪些所谓的 已开发国家 我们常常都说 没有已开发 那就是大家 现在都是 都是正在开发中 遇到不同的难题的时候 可能大家的位置 就会相对变化 这样子 我们举瑞典为例好了 是 那瑞典是我们 理想中的这个 所谓的 humanitarian super power 就是 人性主义的这个 强权 强权国家 那我们常常都说 瑞典老人照顾 哪里做得好 哪里做得好 等等 那我们看一下 他们这次就是 有名的所谓 佛系防疫嘛 他们的这个 工位学家建议 用群体免疫法 就是想办法 让他们的人民呢 自然的 有很多的人民感染 然后达到一个 集体的免疫 那即使到今天 他们还是坚持说 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 因为他们有 研究调查显示说 即使是 筛检出来是 阴性的人 那么他 就是没有抗体了 可是他的体内呢 还是存有某一些的 细胞 某一种细胞 他是对于 抵抗这个 病毒是 可能有效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前面讲过 筛检很花费很高 其实筛检出来 我们的 史中部长一直说嘛 那你筛检出来 也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状况 所以那个 筛检的结果也不定是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这样子 那瑞典的研究 确实也是呈现说 即使你的体内 病毒或抗体 都是阴性的 那么可能 也已经感染过 然后有产生了 某一些的细胞 是对这个 防止你再被感染 是有帮助的 但是他目前的情况 确实还是非常严重 所以他已经变成 北欧国家的拒绝往来户 大家平常都 这样子 北欧 就是瑞典 丹麦 荷兰等等 但是他现在还是 其他像丹麦等等国家 都是非常不敢 对他开放 因为瑞典现在 在他人口一千万里面 死亡人数 已经高达五千五百 就是大家可以想 他人口是我们的 一半还少 我们的三百万 但是他已经死亡的案例 是五千五百 但是你看一些视频 就是看一些报导 瑞典人没有 呼天墙地 他们就是非常的冷静 然后科学性的来看待 他们的政府 提供给他们的 这些讯息 那他们的佛系防疫 就是群体免疫法 他们还是着眼于说 说不定 这一场 这一场应该是一个马拉松 而不是一个一百万跑 那这个马拉松 还要继续跑下去 可能我们现在看到 疫情第二波 甚至香港一些媒体报导说 他已经三波了 那确诊人数最近又飙高 那所以大家现在看的是 可能夏末 或者是秋天 早一点的话 可能夏天末 可能就要开始 就是比较大规模的 所谓第二波 那还有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甚至有一些研究说 这个 这个 COVID-19呢 可能是没完没了了 他会变 慢慢变成像流感 就是说他没有一个 像SARS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 可能不一定会有这么一天 我们现在科学都无法 确切地告诉我们 结果会是怎么样 所以瑞典他们本身 还是非常的冷静 也没有太多批评政府 当然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民众都蛮冷静的 那他们看的就是 我们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他们规范禁止 50人以上的聚会 那机构的部分 就跟我们最早做的一样 先去访客 大家有看到那个电视新闻 可能就是有家属在外面 拿牌子探视 不能进去这种 那机构还是先制访客的 那但是他们呢 虽然很冷静呢 可是这一次也有一些 这个报道呢 或者是研究 告诉我们说 他们瑞典人认为 他们从这个 这次的佛系防疫经验 里面学到的是呢 跟以前瑞典 瑞典是公民社会嘛 那他们平常就是 民众开放 就资讯政府治理的资讯 其实是非常透明的 那民众也很依赖政府 所公告的所有的事项 那都会正行办理这样子 所以双胞是一个非常透明 非常互信的一个公民社会 那但是这次我们也学习到说 其实不能完全依赖 政府公告的讯息 那我们当然第一个 我们就看到各国 其实有不同的防疫策略 那结果证明 就是可能各种防疫策略 都有它的科学依据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知道哪一种最好 那很多全球呢 有有一些行为 已经确实改变 例如戴口罩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欧美各国其实是不戴口罩的 是 相信社交距离 那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相信戴口罩 那我们不相信我们人口 这么密集的国家 可以做到社交距离 包含我们喜欢外出啦 用品等等的 那但是这一次 我们就看到大家互相学习了 我们现在连美国总统 川普都开始戴口罩 这个指标人物 对 就是这样坚决 这个很不屑于戴口罩 所以这个政治领导人 都开始戴口罩 然后但是我们呢 我们以前觉得 怎么可能有社交距离 或是讲到法国 他们非常见面 就要kiss kiss 这个清脸颊这种的 那他们也开始戴口罩 那我们也学习到 原来即使在我们这么 人口密度高的国家 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社交距离 是我们的餐厅 很聪明嘛 发明隔板 对 对 然后每一个人 都是在自己的隔板内 但是是透明的 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彼此 我们可以聊天讲话 对 或者我们圆桌减少人 是 10人不是加桌 加到12人 而是我们减到8个 9个 这个空间马上就拉开 所以我们也可以 做到社交距离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学习到的就是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 政府公告的讯息 还有政府 它有它的优先顺序 然后这次 我们台湾在防疫的时候 最先开始是 要防地线医院 一定要防守住 所以我们看防疫指挥中心 所天天公布的讯息 还有防疫物资的整备 跟那个增补 全部都是以医护地线 为主战场 那我相信大家会回想一下 我们印象中没有听到 有关于什么机构的讯息 对吗 对 不太有听到安养机构 对 但是我刚才有跟大家分享 那我的论文有分析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是谁告诉我们要做呢 当然不能等政府来告诉我们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负起 我们自己应该做的责任 比方说工作人员自己的防疫 感控没有做好 或者是机构本身没有提前准备 那万一发生感染事情 你说政府你怎么没有早一点告诉我 这都来不及了 因为我们感染可能也会破疫出来 是 等等 所以我们就是相信说 我们现在真正的一个公民社会呢 应该是每一位公民自己负起自己的责任 那同时我们跟政府充分合作 那我们的政府也会尽可能的公布 他所有手上有的资料 所以一个资讯公开透明 政府治理与民众 吸手合作等等 那我想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以台湾的案例来看 我们做一个比较前瞻性的分析 杨教授您认为 就是像这个疫病大流行 其实在近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都全球性的 在频率性的上演 如果遇到就是感染管控的不当 然后又跟高龄社会交互作用的话 其实死伤的惨重是可以预想而知的 如果从社会政策 或者是社工的角度 哪一个来看 我们在因应的上面 您认为有没有后续 我们还可以再有点调整的呢 其实我们这次看高龄化社会 回到最早我们说 日本是现在全球最高龄化 高龄的社会了 那28%的老人 那我们就看到日本的疫情 这次其实是相当严重的 一直到现在 还是每天去的数都攀高 那我们也是为所有的日本的朋友祈祷 那所以高龄化呢 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全球的趋势 其实我们已经是不可挡了 不可挡了 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说 即使我们现在在努力 在把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低生育率还在破底 那即使我们可以hold住 在生育率1.2左右 现在有时候会掉到1以下 就是非常非常低 那人口的正常替代率 需要到生育率2.1 所以我们已经是来不及了 所以即使我们勉强勉强 稍微不要再继续越来越少 这样子 那对于快速高龄这件事情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了 就是这是一条已经回不来的路了 听懂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我还是有几个建议 有几个想法 不敢说建议 我个人的想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一二十年来 持续在这个老人福利 或者是长期照顾这个部分 我们所采取的这个社区化小型化 这个原则 那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就是我们不要大型机构太多 或者是说床数 也就是这个著名的聚集太密集 所以社区化小型化的一些服务 或者是比较小型的机构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政策角度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一再的提到 我们今天防疫成功 台湾的经验 其实得利于我们有一个完善的健保制度 所以我们非常的支持我们的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 那但是我们目前并还没有长期照顾保险 所以大家比较是一个风险支付的概念 那如果有长期照顾保险的话 可能我们也可以像这一次的疫情的经验这样子 那我们的健保可以他给付测试啊 或者是在照顾的部分 可能长期照顾保险为例的话 也许他可以针对照顾工作人力的这个充足 或者是他可以针对现场一线工作人员 他所需要的一些身心灵健康的一些措施 那他可以加强做一些的这个保险的给付 那么提升我们的保护网嘛 自己每一个机构 每一个服务单位 每一位服务人员 他本身的安全保障 那这个目前我们是没有长照保险 所以我想要提出来的就是说 长照保险它可以给付的项目 未来也许不限 如果有保险的话 其他不限制一定只是照顾相关的项目 那针对一些人员的准备 物资这些也可以列入 防疫物资等等 都可能可以列入保险给付的项目 所以就大大的会提升我们的安全防护的水平 所以我个人还是大力的支持 除了健保这个社会保险之外 那我们应该参考健保制度 我们积极的来建制我们的长期照顾社会保险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在疫情 特别在机构这个部分很有趣 就是我们的住民 我们都不敢送去医院嘛 对 对 那真的非常的有趣 那不但是我们成功防止了这个预防了这个COVID-19 甚至连一般流感都降低 很有趣 OK 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我们一般的就医行为 是不是需要改变 以前我们为了这个 这个其实是需要一些跟民众的这个交流跟沟通 因为一方以前的话这个照顾端他都会担心说跟家属产生一些这个法律纠纷嘛 万一有什么事情变严重了 那可能这个就会有法律纠纷等等 所以大家都是一有任何状况先送医院 就是所谓的保险嘛 医院就变成我们的保险 对不对 对 但是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说 其实我们机构刚才讲过是比较干净的地方 相对于医院 相对于在外面爬爬垢的这个社区 社区感染 那我们医院是很固定的一群人 我们根本不用登记嘛 我们大家都知道谁是谁这样子 不管是工作人员访客或者是住民 当然不用说 所以我们知道是谁 我们知道去哪里 那我们每天有健康照护人员负责 所以其实医院是相对干净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有必要 有时没事就送去医院吗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减少我们跑医院 或者甚至是逛医院的一个地方 那不只是在其中 我想一般民众也可以开始 思考自己的这个 不是因为我们健保很方便 我们就充分利用嘛 应该不是这样子 而是你真正有必要 像我们这次在COVID-19的学习到的经验 你有什么状况 你自己先观察 然后注意自己身体的任何变化 如果你真的觉得有疾病的征兆的时候 那我们再去医院就医 而不是平常我可能哪里不舒服啊 我可能要看什么科吧 或是我今天干脆这个科可能不太确定 那我就一次挂三科好了 那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逛 就是逛医院这样子的机会 那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改变这样子 是是 老师刚刚您在提到的第二点 谈到了就是 如果说我们用长照保险的话 比起限制在现在的制度是 长照是采取税收 您感到的您评估 其实能够更有效的提升 整体的保护网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 因为社会保险呢 第一个就是 全民像健保一样 我们全民缴保费 那全民获益 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 说什么几岁以下的不可以使用 或者是什么什么 健保是全民的 是一个universal insurance 那它的效益就非常大 包含我们这次 大家比较少接触到的 就是少听到报道的 就是我们的健保 其实提供了 这个从开办以来 我们已经累积了相当大量的一个健康资料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全民健康保险的资料库 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所谓大数据 大数据 那可以想象我们的数据有多大吗 我们的数据库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个现在已经是全世界顶尖的一个database 一个全世界顶尖的数据库 那从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我们对于如何维护我们的健康 如何研发更好更有效率的医疗的方法等等 都会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甚至Taiwan Can Help 我们可以跟全世界的医疗健康教护领域做交流 那这个其实之前我们在希望能参加WHO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强调 那其实台湾很有实力 我们可以贡献给全世界 当然我们也需要跟全世界交流共享 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一些强项 比方说最近我们在这个可能疫苗的开发上面就比较慢了一点 所以这个资料库还有这是社会保险 它的民众比较少看到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优点 那我们现在没有长照保险只靠税收 所以其实我们的长照服务的覆盖率 虽然政府长照2.0如何如图在进行 也进展得非常的快 但是其实它的这个使用 就是所有长照需求者有使用长照服务的还不到两成 那大家就知道说我可能会想别的方法 我自己照顾啊 我请外劳啊 我干嘛 所以这个还是自己照顾跟自己家人照顾跟请外劳照顾 还是我们现在台湾长照的主流 所以大家看看身边附近的人是怎么在照顾家里长辈的 那这个可能就会了解说不到20%的这个覆盖率 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啦 它不是没算就有使用没算到这样子的情况 那所以呢回到那长照现在需求量那么大 到底如果我们现在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之下 那政府裁员就会受限嘛 因为保险的话每个人都缴保费 是不是相对来讲那个一直我们在讲 就是说保险可以提供一个所谓稳定的长期照顾的基金 了解了 那现在是没有保险的情况之下 就是没有人 没有全民这样子一点一滴 我们互相帮助去成就这个保险 而是全部要靠政府来 但政府怎么来呢 政府是一个建构出来组织 他自己不会生产 对他不是公司 他不是自己去赚取 资粮的对对对 所以他资粮哪里来呢 都是税收 您刚刚也有提到税收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一个淹税 还有一个移政税 这是机会税不是常态税 对还有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是道德伦理的争议 就是我们知道西烟人口群基本上 大比例都是劳动阶层 是 那而且吸烟这件事情 它其实有很多社会文化的因素 产业的因素等等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包 等于说每抽一根烟都多付一块钱 一包烟增加20块的税 那真的为这些西烟人口 他们其实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负担 那我们说那好啊 那就是让他不要吸烟好了 这样也有防止什么什么疾病的效应 但是这不是很矛盾吗 那如果他减少消费烟 那他的税就会少 对 结果我们的长照的支援来源 可是如果我希望我抽到税 那我就是希望他多抽烟 他可能后续会有癌症啊 呼吸道疾病啊 胃溃疡啊等等 这些很多很多的疾病 不尽其数的研究已经证明 他吸烟是跟这些 是高健康风险因素嘛 是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一直都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啦 只是台面上的话 我们比较 不是常常在听到这样子的讨论 所以我个人还是主张说 我们应该积极的 参考台湾顶尖的 全民健保社会保险制度来发展 而且要尽速的发展一个 长期照顾保险制度 是 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杨教授 这个随着各国解封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的交流 有慢慢的在回温 那台湾也不可能一直封下去 因为我们是一个长期仰赖 外貌作为我们的命脉的国家 在防疫的下半场 您认为我们做一个前瞻性的整备的话 社会上面如果爆发了像群聚感染 甚至进入了社区感染的阶段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管理社会 可能会有的恐慌 或者是医疗人员的心理的调试 我们剩两点来讲 第一个就是现在全球进入一个后裔时代 是 OV-19之后的时代 那这个是我们自从全球化 各种各国经济发展以来 那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一个现象 所以现在大家第一个要务 还是只能拼货出去 但是人不能出 人也不能进 所以或我可以消毒嘛 消消消消消消 然后它不移动 它还是从A到B到什么 然后把这个动线 产业上下 上下游这个统统都弄好的话 或可能要先出去 那但是人呢 人是全球化 这个经济发展 观光旅游 特别是服务业发展之后 人的移动所造成的相关的费用 其实是产业非常大的一个支柱 那后裔就是我们人呢 只能小规模的移动 那即使后来开放 我们刚才讲 瑞典县临近的国家 例如丹麦都不敢对它开放 但是慢慢也开始 真的是 也不能长久都不开放 所以他们会选择性的先从 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先开放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整个的疫情 以来的话 我们也没有全面断绝 我们每天虽然机场很少很少人 但是还是有人 就表示飞机还是非常非常少数 但是还是有在飞 那有一些城市对口 是还是可以交流的 那或者现在有出现所谓的旅游泡泡 这样子的概念 泡泡是什么 就是我比方说A城市跟B城市 还不能到国家 A城市到B城市 或是比较真的 亚洲有几个比较真的是很安全的国家 那我们就可以开放国家 但这些都是比较小一点的 如果是很大的国家的话 其实它还是不太敢全国 这样子开放给对方进来 那我们也不敢开放大国 所以现在它就是在这个小范围的开放 泡泡概念 那我们双方都很确定 要再三再三再四的确认好了以后 那我们可能可以小范围的开放 但是这样对经济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现在我们在经济发展 也谈不到发展了 今年的疫情打垮全球 所以大家现在目标就是减少消退 减少今年的GDP的衰退 只能这样子 你说今年要能够完全的复兴 特别现在疫情又可能有新的疫情要来 那就是各国的状况都很不稳定 我们都很保守 对 所以目前现在就是说 后裔生活完全就是一个全新的生活 是是是 对 那您刚刚提到的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题目是在谈 如何因应就是社会集体的恐慌 或者医疗人员的心理调试 不好意思 那这个部分我刚刚还没回应到 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有信心 好 我们要了解 刚刚有提到 就是防疫感控呢 不是只有等待政府告诉我们 那特别是个人健康 我们现在就是非常的着重整合的身心灵的健康 不但要身体健康 而且心理上 那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现在真的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们是有科学根据的 我们的指挥中心 机关树 它不是随便信口开合的 所以我们要非常有信心 而且我们有很好的健保等等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证据 让我们安心 那我们就是 就是要产生这样的信念 所以自己的信念非常重要 我们相信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的国家 是准备好的 我们可以维护我们自己的健康 所以不用太过焦虑 那如果我们真的很焦虑的情况之下 或觉得很紧张 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长辈 其实他们还是不太敢出门 不太参加我们据点的活动等等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鼓励大家就是 我们可能可以先替代性的利用一些远距的电话啦 这个line啦 群组啊等等的 先互相的问候 所以我们大家慢慢的要进入一个心平气和 虽然天气热 但是我们还是要心平气和 那每天每天呢 我们都正常呼吸 然后正常的日常 就日常正常 所以很重要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灵性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疫情中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 就是其实人是互相相连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我们这个世界上甚至世界以外的这个部分 我们是有一个主宰者的 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 好像现在已经七月底了 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COVID-19的病毒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未来要怎么变化 它侵袭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最新的这个患病者 确诊者的追踪研究就显示说 这个COVID它不是只侵袭呼吸系统 它侵袭全身所有的血管 所以你血液流到的地方 它都可能清洗 所以这个听起来蛮恐怖的 对不对 那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跑 你根本不知道它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身体的保健啊 心理大家要保持心平气和啊 人有穷尽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病毒 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时候控制我们自己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要 我们就是 英文叫surrender 我们不是像病毒屈服 我们要承认 在一个这个 大的宇宙当中 我们人是渺小的 科学也是渺小的 那所以我们要 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我们也要说 我们愿意臣服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的心情自然就会安定下来 因为我有一个依托嘛 我有一个皈依 我有一个胶子 这样子 所以身心灵整体的健康非常重要 那第一个医护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身心防护的目标 所以我自己现在也在做一些的研究 希望能够透过医护人员 也未来如果 有医护人员愿意跟我们接触的话 非常感谢大家来赞助 或支持我们的研究 让我们了解 目前线上的医护人员 他们认为有效的身心灵健康策略是什么 他们如何在这么高压的情况之下 可以维持他们的身心灵健康 例如我们访到 有朋友他们就是 只要休假就去旅行 是 对或者 只要休假就变成 变成完美 或者是 我就是安静 安静阅读 我们有很多一线的医护是 非常专业的这个歌唱 对 音乐训练啊 等等 是 那现在运动健身 等等 也是 它不只是身体的运动 而是 变成是我们一种 让我的 比方说我在练瑜伽的时候 我可能心灵是有一种 从政 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收集一些身心灵健康策略 那未来我们会建议给政府 可能在这个部分 刚才讲到我们虽然没有保险 可以来支付这个部分 但也许政府还是可以运用一些税收的资源 那我们去增加 我们对医护 身心灵健康的一个防护跟保护 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大社工系的系主任杨培山教授 杨老师您的见解 谢谢您杨老师 谢谢您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个议题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陈伟知道在许多人的心中 包含我都常常在想 疫情过后一切就恢复正常 一切就复旧如常了 可是这到底是一种理想还是幻想呢 事实上在许多的研究指出 我们对于病毒的了解 实在是穷尽了好多的努力 但是都还不算完全的掌握 它到底会不会年年卷土重来 它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 在基因序列里面一种大的进化 使得它更适应 我们已经正在开发的疫苗 或者是特效解药 这些都是未知数 所以因此许多人都在谈 也就是许多专家的研究 都不断地在呼吁说 后疫情的时代 我们的生活还有产业 这整个结构性的形态 恐怕都要改变了 而另外一方面 台湾在面对这个常态化的 疫病的大流行 而且超高龄社会 这双重交互作用相加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许多国际上面 之所以疫情惨重的 重要的原因 而台湾在小英政府 在过去的四年采取的 长照的这个资源的来源 是采用税收 而且是机会税不是常态税 并且是带有伦理争议的 议题在当中的 事实上在面对 我们要打造一个 更稳固的防护网 这件前提之下 现在是时候 尽快地要来讨论 我们的长照 要不要来采用保险制 而不再是税收制 因为常态税的意思 是它是一个稳定的来源 可是现在的是机会税 这个又是完全不一样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的 而当然最后 我们要说 我们需要一个身心灵 全人性的一种因应 个体的因应的一种策略 身心这个其实 大家都谈的非常多了 可是灵性方面的一个关怀呢 这个是最后我们的结论 因为这个是个体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不是要向病毒去屈服 而是在我们穷尽了人 一切的努力 去追求一个抵抗 对抗病毒的 长久的战略的时候 我们走到了最后 事实上我们还是要 臣服于造物主之前 这真的是一种反科学吗 还是输懒怠惰 又或者是一种 精神上面的迷幻药呢 事实上 这个反而是一种 谦卑的正式事实 那个事实叫做 人是有限的 而在这个有限之下 我们祈祷 那个超越人的力量主宰 能够赐下救赎 我是陈伟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听众 收听观点会各式 这个节目是由 Needs Radio 和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所共同制播的 节目的尾声 陈伟还是要再说一次 这一系列的后疫情时代 都希望可以跟大家 一起来探索 到底我们的社会 要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样态 而我们又要怎么样 去跟这个病毒 这个像马拉松一样的 长久作战 所以请您继续的锁定 我们这一系列 还有下周同一时间 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下周再会 拜拜